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物,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上周末我去参加了一起悉尼夏北的物业拍卖 这套房子是一套占地不到700平的带水井 没有做不安心的独立屋 是60年来首次上市 这套房子来参加拍卖的人多达50人 最终有6组人参与拍卖 房子的建议价370到400万 起拍价370万欧币 经过20分钟时间 最终这套房子是以463万欧币的价钱成交 超出了底价多达70万欧币 那么这个70万欧币叫什么呢 叫溢价 那么怎么样才能产生溢价呢 我们今天就来聊聊溢价的话题 那么溢价多数是通过拍卖场产生的 所以我个人其实非常不喜欢上拍卖 尽管我很擅长拍卖 因为有很多的不确定因素 我相信在座的朋友如果背来想卖房子 都希望自己的房子能通过拍卖 能卖出一个很高的溢价 那么能卖出一架需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呢 简单来说有两点 第一点呢 你的物业要足够的稀缺 第二点 想要你这套房子的人要足够的多 同时满足这两点 你的房子就很有可能卖出一家 那如果只满足一点 比如说一个小孩 换牙 掉了一颗牙 你说这个牙 稀缺不 挺稀缺的 全世界就这么一颗 但是有很多人想要吗 并不是这样 是吧 所以这两点要同时满足 你的房子才能产生一家 另外呢 多数情况来讲呢 能产生一家的房子 多数呢 都是一些中高端的物业 如果你这个房子只是50万60万 或者是70万80万 是很难卖出很高的一家的 所以呢 我经常说这个房子的价值 除了低点价值 建筑价值之外呢 还有一点 就是机会价值 因为有很多的物业 它可能三年才出一套 非常的稀缺 可比较性比较差 那这样的房子 其实就会卖的很有意思 充满了很多的未知性 往往就是通过拍场来进行销售 一家呢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话题 我很难用几句话 把这个事情说清楚 那么我简单的总结了四点 第一点最重要的原因呢 就是你物业所在的区域 因为不是所有的区域 都有很高的新房供用量的 那么如果你想住在这个特定的区域 那么就只能从现有的 这些二手房里面去选 所以第一点区域很重要 好的区域 你可以面对更好的人群 更好收入的人群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互刑与朝向 那么这一点很多客人往往会忽略 那其实你想过一个问题没有吗 如果你现在是买一套自住房 你对于朝向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那么如果一套你很喜欢的房子 那么它就偏偏朝南 你会考虑吗 如果是我 我不太会考虑 那么所以呢 不管你是自住还是投资买家 你在买房子之前 你一定要把这个户型和朝向搞清楚 因为我在平时见客人的时候 发现大家对于户型的要求很高 但是对于朝向的要求不高 比如说有些物业它的朝向非常的单一 比如说全部朝南或者全部朝西 那这样的房子呢 未来就有可能卖不出一家 那么第三点呢 就是物业的翻新 其实看了这么多的新的二手房 我很少看到有哪套房子不做翻新的 只是说翻新的程度有大有小 多数的买家是感性的 所以呢 按照正要性来讲 就是第一呢 是区域 第二呢 是户型与朝向 第三呢 是翻新 那么这个是按照重要性来排列的 如果你的区域不够好 你只满足后面的两者 你也是产生不了一家的 那关于一家的话题呢 那我就先说这么多 我们先进入今天的悉尼房子观察 上周呢 其实因为这个School holiday也快开始了嘛 所以上周的清盘率和大上周没有太大的差别 新周清盘率72% 302套房子上排场 216套房子卖出 悉尼的清空率66% 非排场售出的物业1474套 这个数据和大上周基本是完全一样的 那么上周最佳独立物交易来自于新的上美区 网融港 网融港 House中卫价200万 这套占地1416平 内部510平 五房四位两车位的物业 上周仅仅用时24天 以391万欧币的价钱拍场售出 而在2014年买入的价钱是204万欧币 那这套房子据说最终的成交的价钱是超出了底价73万欧币 到场的人数多达60组人 还是一个翻新的一半 没翻完的物业 我大概查了一下 这套房子位于这个Persilie Highway的东边 离Warrong God Station大概1.2公里 从地形上来讲 这套房子是一套南北通透的物业 那么上周最佳公寓交易来自于新的北海滩 Moneyville Moneyville公寓中卫价77万6 这套上榜物业是一套三房 一位一车位 总面积133平的物业 上周用时23天以1101,000欧币的价钱售出 而在2014年买入的价钱是625,000欧币 堪称上周最佳公寓交易 那么看完最佳交易 我们来看最差交易 上周最差独立物交易来自于下边区 Hondes Hill Hondes Hill独立物中卫价310万欧币 这套占地1003平 内部593平 五房六位四车位的物业 上周用时158天以106万欧币的价钱售出 而在2015年买入的价钱是1285万欧币 那这套房子呢 我通过网上查呢 应该是一个中国买家卖掉的 这个房子呢 其实是一个二线水井的物业 但是呢 它在2015年的这个买入的价钱 可以堪称是Hondes Hill当时的一线水井的价格 因为在当时呢 2014年这套最贵的一线水井的房子的价钱 也不过1250万欧币 所以呢 房子没有任何问题 街区没有任何问题 最大的问题就是买入的价钱过高 现在成交的价钱是合理的价钱 你要知道一个区 哪怕房子一样 它的一线水井和二线水井的价钱 是完全不一样的 最后上周最差公寓交易 来自于西宁的内西区 Forest Lodge Forest Lodge 公寓中位价88万3 这套上马屋也是一套三房两位两车位的连排别墅 总面积275平 上周用时80天以215万欧币的价钱售出 而在2015年买入的价钱是190万欧币 那这套房子也是悉尼著名的开发商Murvac做的 那Murvac这个开发商的质量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他的房子往往在转手第一次的时候是很难赚钱的 因为Murvac的房子往往定价过高 那么在前期开发商把未来的利润吃的比较多 后面买家如果再想卖掉的话 他要按照二手房的价钱来定价 那么他的价钱之前定的过高 那在二手房市场回归正常的时候 往往赚不到太多的钱 这是很多Murvac的物业所产生的一个最大的问题 那么本期《悉尼房数观察》就是这样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